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应该都吃过这个枣架核桃吧 因为它是很适合女生吃的一个小零食 正好去年朋友送的核甜大枣还是好多 那今天咱就自己做 大枣洗干净把它充分的晾干 下面咱们就是把它的核给去掉 如果你有去核神器那更好了 我是直接用剪刀给它剪开 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核的话 可以告诉我 其实用剪刀也是很方便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取一个碗挤入20克蜂蜜 这个量根据你做的多少来定 再放100克生的核桃仁10克熟的白芝麻 如果家里有葡萄干再来一小把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核桃都沾上芝麻和蜂蜜 下面就是加核桃了 把大枣掰开里面先塞几个葡萄干 放葡萄干呢 这样做出来的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 再把核桃仁给塞进去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难度吧 整理一下形状把它放在烤盘内 拿到烤箱里边 上下火160度放在中层烤8分钟左右 很快我们自制的枣架核桃就烤好了 可恶手